高雄市长韩国瑜前一天喊出 台湾没改变 高雄就不能改变 同样被关注2020总统大选动向的 柯文哲今天出席活动 直接点名他就是要去做总统 只是前一天不小心说溜嘴 韩国瑜应该在他自己宣布之后再宣布 也被人联想 柯瀚二人是不是串通好相继表态 柯P也在上火线澄清 强调他是听朋友说的 只有台湾能够改变 我才能够真正改变高雄 韩国瑜五点声明震撼政坛 柯文哲脸书却贴出 改变台北才能改变台湾 小酸韩国瑜还要替韩总下个注解 台北还是台湾的领头洋 透过台北的改变要 用杠杆的道理要改变台湾是比较容易的 但是韩国瑜说台湾没改变 高雄怎么办改变 这样就意思是你练习总统 其实要沉住气 本来他是要在我之后 23号脱口说出韩国瑜原本宣布时辰 遭议员质疑两人早有默契 事隔一天柯P强调绝对不是脱梦 没有啦不是说好啦 这个要怎么讲 脱梦吗 脱梦没有到脱梦的程度 因为你昨天的说法 还是有一些朋友啦 所以你有听说他本来的 应该是说 我是觉得不需要 就沉住气吧 奇怪 不需要去 还是那句话啦 当社会越混乱的时候 有时候我们应该要更沉住气 时代力量立委徐永明 脸书直接打呛 可汗 要他们选总统先辞市长 你讲你的我做我的 所以如果到时候你要选的话 会代职参选还是会迟到死掉 唉 最后是不要都不要发生 韩国瑜代职嘛 这就是困境嘛 所以我觉得啦 老实讲 台湾真的不是一个正常的国家 加上 选不选总统 辞不辞市长还没发声 柯文哲再打模糊仗 接着陈武强林佳龙 看不到